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漏出一种与世无争的单纯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慢慢的从一个年轻英俊潇洒的人 转变成了油腻 也许他自己也知道 保持年轻就能在荧幕上活跃更久 所以在关心家庭之际 还爱护上了自己的脸 他不仅频繁整容 还上瘾了 这也导致那个奶油小声的陈浩民 一去不复返 前一段时间 陈浩民与李若同现身某活动 古装第一小王子 俨然成为了大爷了 甚至还被众多的网友纷纷吐槽不已 有人说 是在致敬着别林吗 在活动现场当时还下着雨 现场不少观众都纷纷打下了伞 依旧在缅怀经典 而陈浩民却上演了一番 看不懂的操作 那就是当众给粉丝下跪磕头 说是感恩大众 现在为了付出捞金 都要这么拼了吗 要知道当年的他可谓是多少少女的男生偶像白月光 1997年 天龙八部第一次被拍为电视剧在TVB上映 之后又经历了两次翻拍 但不管是质量还是平分 却都始终难以超越这一步在观众心中的地位 1997版的天龙八部 不仅完美还原了宋哲宗时代的江湖恩怨 更是奠定了陈浩民在无数观众心目中的地位 君子是无双 一袭百衣 温润如玉 善良痴情 举手投足之间 撩拨了多少少女心弦 如今在看陈浩民 正可谓是 大理美景近游在 却已不见当年断育狼 1969年 陈浩民出生在中国香港 在他成长的那段时期 正好是香港TVB最繁荣的时间 因为长相清秀 疑似 陈浩民走在街上被刑坦发掘 后来参加摩托大赛 开始演艺生涯 25岁时 他拍摄《维他奶》的广告 广告最终效果不错 还拿了奖 之后陈浩民就被TVB签下 成为香港无线电视议员 正式迈入娱乐圈 有时候时代的戏运 是重于个人的努力的 陈浩民就是为时代成就的典型 在他入行那会儿 正是香港影视的黄金时期 好本资分治踏来 TVB也有意栽培这个年轻的新人 有金庸的原著作剧本 在加持TVB的良心制作 段玉一角被塑造的有血有肉 堂堂王子却从不摆架子搞特殊 对朋友真诚真心 行侠仗义无疑高强 在这样的人设下 陈浩民想不火动难 1997年天龙八部播出后 收视率大涨 红遍两岸三地 至今都是内地每年寒暑假 比播的经典老剧 2000年 陈浩民又出演 风神榜中的哪吒一角 闹东海杀龙王一身傲气 就算踢骨还腹 也不肯低头认错 陈浩民在戏里演绎了哪吒的一生 为角色注入了全部的灵魂 从他之后 再无真人版哪吒 能立在观众心底 凭着天龙八部 和风神榜两部戏 陈浩民作为飞科班出身的演员 算是在港圈站稳了脚跟 他还曾取代张卫健 出演了《戏游记2》中的孙悟空 即使整体称不上经验出彩 却也完全能担任得起美猴王的陈浩 2001年 陈浩民转战内地 拍摄古装剧《银鼠》 饰演男主《仇人》 这部剧是由央视投资拍摄的 而陈浩民则是首位被邀请的港星 但这样原本的无限光明的前途 却硬生生的毁在了陈浩民自己的烂情上 一位曾经跟陈浩民合作过的导演 曾这样评价陈浩民 用过一次就不敢用了 不是他演技不好 室友他就不太平 他经常和剧组的女孩一起出去玩 到第二天拍戏时 本子都没背 当演员玩心太重不行 陈浩民何止是玩心太重 他入行十几年 绯闻却从未断过 之前还在香港时 因为高层的警告 陈浩民还有所收敛 而在来到内地后 天高皇帝远 陈浩民自此开始放飞自我 2001年 陈浩民与叶璇拍摄一往情深 而再次相遇 两人出狱是在风神榜的片场 如今再次遇到 刚刚遭受感情失忆的陈浩民 就对叶璇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彼时的陈浩民被称为古装王子 来内地发展享受的都是大咖的待遇 而叶璇初出茅庐 面对陈浩民的深情攻势 很快就答应了 只是好景不长 陈浩民太花心又爱玩 不只是叶璇 他对合作过的女星都格外热情 又经常出入夜间场所 两人为此爆发过多次争吵 陈浩民却丝毫不知回过 这段感情再维持不到一年 就宣告破裂 陈浩民对于这段感情 却没有任何缅怀 很快 在2002年 陈浩民与奢施曼 在合作的电影《情缘汽水机》中 撒出爱情火花 在两人交往期间 曾合作过多部影视剧 例如 《江南京华梦》 《带我飞带我走》 《干龙下南京》等 一度被誉为TVB的金童玉女 不仅如此 陈浩民还经常通过媒体喊话 要娶奢施曼为妻 一副浪子回头的真情模样 但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因为与奢施曼分居两地 陈浩民在工作之余 经常去夜店玩乐 因为他外形不差又有名气 所以不少夜场女性 都乐于亲近他 对于媒体的抓拍爆料 陈浩民只是说 我只是女性朋友比较多而已 我会更执着地得到一个人的爱 而且爱一个人也会很执着 但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据传闻 陈浩民有次勾搭上一位夜场美女 却不知女方男友有钱有势 讲他狠狠教训一顿后 更是将此事告诉了 远在香港的奢施曼 面对奢施曼的心事问罪 陈浩民辩解不过 再加上 二人四年来剧少离多 感情疏离 最终 在2006年 陈浩民与奢施曼宣告分手 在分手的第二年 陈浩民转眼 又与一同拍摄 幸福来敲门的张萌 暧昧了起来 在戏中 俩人演绎了一对 针锋相对的欢喜冤家 而在戏外 张萌更是当仁不让的 为普通话不流利的陈浩民 当起了语言老师 当时 曾有传二人在戏外 颇为亲密 收工后 常一起 聚餐K歌 但绯闻真真假假 陈浩民始终 没有正面承认过 那几年 就连王金都说他 陈浩民跟公车上 菲林女学生 那种色狼一样 先发恶死顶 再件封面罩 才知随便死狗 2011年 模特蒋丽莎 走进他的感情世界 这次陈浩民看上去 决意收心 回归家庭 他很快就与蒋丽莎 在长沙民政局登记结婚 但谁知 成家后的陈浩民 依旧毫无收敛 则被媒体拍到 夜会长发美女 饭桌上更是亲密喂食 当然 最轰弄的还是 2011年被爆出的 陈浩民在饭桌上 开游年轻女星陈嘉恒 当时 几人是在拍摄影片 校工正武林的工作期间 刚过19岁的陈嘉恒 与诸多艺人共进晚餐 当天 很多人吃完饭后 又去唱歌 唱歌后 才出来吃烧烤宵夜 在吃烧烤的时候 陈嘉恒却被陈浩民 和马德忠两难开游 事情被曝光之后 陈马两人却解释到 当时只是闹着玩而已 陈嘉恒性格刚烈 不甘默默配合陈浩民做公关 而是一纸诉状 将二人送上法庭 不止如此 阿娇也出面力挺陈嘉恒 称陈浩民已经不止一次这样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随着继续声巴 才发现 阿娇与陈浩民之间 还有一段故事 两人在合作拍戏时 同住酒店 阿娇却遭到了陈浩民的骚扰 半夜的时候 酒后的陈浩民 穿着内裤 狂敲阿娇的房门 甚至还大闹酒店等等 各种的爆料 让陈浩民人设崩塌 在他老婆怀孕的时候 他出轨 很快 关于陈浩民经常酒后 试得的新闻越来越多 新账旧账加在一起 舆论开始变得很激烈 而陈浩民的应对方式 竟然是带即将临盆的妻子 开记者发布会 并一起声泪俱下的道歉 也许是心疼蒋丽莎 陈嘉恒最终撤销了诉状 大概是真正吃到了苦头 陈浩民之后再显有绯闻 但就算少了第三者 陈浩民跟蒋丽莎的感情 也是令外人难以言说 二人结婚的第一年 蒋丽莎就怀孕了 之后五年时间 她又相继带下四子 这相当于前脚刚刚生下 后脚就又怀孕了 每一个还都是剖腹产 其中的痛苦和对身体的损伤 可想而知 蒋丽莎也坦言自己 几乎没坐过月子 生完孩子15天 出门9次 网友健壮 纷纷指责陈浩民 不顾及妻子感受 而面对非议 陈浩民只是淡淡地说 我经常不在家 希望可以有小朋友陪陪她 因此 蒋丽莎也是有苦说不出 曾经她在某综艺节目上 就哭诉过 这些年 她根本就没了自己的生活 没了自由 感觉像被监禁了一样 家里的孩子都是她带 大小事情都是她来做 压力特别大 蒋丽莎打电话试图与她沟通 陈浩民却说 有那么累吗 完全看不出体贴在何处 现在陈浩民心下有四个子女 也算是比较幸福的一个家庭 在一些采访中 陈浩民也曾经表示 由于自己与妻子相差16岁 所以没有什么能留给她的 唯有多生几个孩子 让她老了以后有个陪伴吧 无论这番话是真心实意 还是虚嫌假意 但是能说出这番话 说明陈浩民真的改了不少 还是那句话 浪子回头经不换 希望这一家六口人 以后会过得开心 幸福美满 好